手上那個是冰棒嗎 這樣原來是有馬賽克的冰棒 哨吧 微秀寶寶 在船上跳鋼管 在那邊可以手偷親子 那個人是誰啊 誰出頭啊 馬桶 在馬桶上被求婚 你覺得我們不記得老婆的名字 但我記得五條 你是不是喜歡男生 啊 對 他算低胸圍為肉供 鎖骨 鎖骨 胖胖沒有鎖骨 胖胖沒有鎖骨 這樣看起來不夠窄窄耶 這樣看起來像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不是那種窄窄嗎 喔 地層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喜喜 看到我今天的裝扮沒有 我們今天的主題呢是 動漫你換我胎 然後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會圈的大佬還有我老婆 跟我一起來比賽 讓我們歡迎空冠王還有妮莉 嗨 我們今天呢 會玩兩回合畫圖的比賽 第一回合就是 我們三個都會輪流在這邊畫畫 題目是 會有人事時地物 只有一分鐘的時間可以畫 畫完呢一分鐘的時間可以問 前面的人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或是無關 在白板上面寫下你覺得最正確的句子 那答對的話才能獲得一分 最輸的那個人會有 懲罰 你有信心嗎 雖然我沒有聽到在幹什麼 當然應該有信心 有信心嗎 有 送一個宅宅 沒有問題 沒錯 我摸到你的信心了 我的信心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好我們要來開始第一題 好麻煩後面兩位就是 對回避一下 你就是那種考試作弊的 什麼太難了吧 等一下 好 準備 開始 這 太難了吧 我根本就不記得他們頭髮怎麼分的 哈哈 手上那個是冰棒嗎 看起來是有馬賽克的冰棒 馬賽克 還有十秒 什麼十秒 剛剛拿什麼 哈哈哈哈 好你們現在可以提問了 他們是男的嗎 是 他們是小朋友嗎 應該算 是小學生嗎 不是 所以是角色是誰在幹嘛這樣 對 我實在想不到這樣子 不行你一定要寫 好你們都寫好了嗎 一二三 白龍吃冰塔石亮下去 哈哈哈哈 哪個塔石亮或白龍吃冰 答案是 白龍坐在塔石亮右邊吃冰 有看到角色欸 好屌喔 那那怎麼辦 平手平手 都一分 好來第二題 由命令開始 這也太難了吧 哈哈哈哈 不想B是不是啊 唉唷 我知道我知道明明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馬你還可以 好像有過分刀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蛇 這什麼蛇 這左邊那個是怪物嗎 不是 不是怪物 不是 世上選六嗎 哈哈哈哈 是人嗎 是 是人 是豬嗎 不是 他們兩個是同一部作品的 對對對 他們兩個是同一陣線的 對 被火燒的是豬嗎 你說是人呢 你要豬幾個 他說豬 喔豬嗎 是 是鷹豬嗎 是 這樣你看得出來 原來不會是鷹豬老公 3 2 1 泥豆子燃燒鷹豬 泥豆子鞋櫃樹就鷹豬 對 這答案是 泥豆子燃燒鷹豬 放火燒了魚 所以 意義上是對的 不然我們下一題改搶答好了 改搶答 好那我們第三題 由我們的空冠 好 來請看題目 好 竹竿 竹竿 你看到嗎 被他頭躺到 哨吧 威秀寶寶 蛤 小潔 小潔跳鋼管 哈哈哈 不是小潔跳鋼管嗎 在 船上跳鋼管 還有10秒喔 你不要以為你的時間多喔 等等等等 我還以為我時間 小潔跟新鎖偷情 結束 小潔跟新鎖偷情 不是 小潔跟新鎖偷情 對 小潔 為什麼有這麼好妙的地方 你看為什麼可以在10秒鐘畫出洗手 好丟喔 這一回合就是 鈴鈴跟空冠得一分 謝謝 謝謝第二回合 請出題 太簡單了吧 好 為什麼後面的表情跟我一樣 我忘記他的名字 你忘記他的名字最近那麼紅 1 4 3 我忘記他的名字 1 這裡這裡 夢夢打沙灘牌球 1 1 海夢老婆打沙灘牌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海夢穿比基尼打沙灘牌球 喔 這應該算對吧 答案是 海夢穿泳裝打牌球 哇 你好棒喔 你覺得我不記得老婆的名字 但我記得5條 你是不是喜歡男生 沒有 對 那接下來是 寧寧的怕 你會下地獄 這是什麼題目啊好好解喔 小蘭 其實你不用畫她衣服 我沒在她寫欸 小蘭殺人 這是黑衣人嗎 為什麼鼻子那麼黑啊 挺想答 小蘭殺人 小蘭用頭上的腳殺人 她一定對 小蘭用頭上的腳殺壞人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她是 是什麼人 就是 黑衣人嗎 小蘭用頭上的腳殺黑衣人 用這麼全肩的臉去做這種事情 A run的最後一輪 小蘭用頭上的腳殺黑衣人 小蘭用頭上的腳殺黑衣人 好來按Key 好 我不太知道要 公罐也有遇到難題的時候嗎 我不知道自己家的特質要怎麼玩 看起來是沒有頭髮的人 橘玉老師 欸有頭髮喔 學生他是學生 欸你知道你只有一分鐘嗎 蛀頭的雞 求婚對不對 那個人是誰啊 誰出屋頭啊 馬桶 在馬桶上被求婚 這怎麼是那個 上廁所的人 這鋼彈嗎 這不是馬桶嗎 它就是個椅子是不是 左邊那是軍人嗎 是 它是鋼彈嗎 不是 可以講話嗎 可以講話嗎 蘭娜你坐啊 接近 那是主角 是你 你剛剛不是有直接念的答案嗎 怎麼可能是阿爾銘嗎 剛命定的答案一定的 可是別定 萊娜 有兩個角色欸 對 萊娜罵艾倫 萊娜哭著叫艾倫坐下 萊娜哭著叫 真的 真的 不是很一樣 我剛才被想說萊娜 叫艾倫把馬桶上 萊娜 我四分而已 欸我剛剛這麼接觸的一首欸 剛剛時間太短了 所以沒辦法展現我們的畫技 那這一種呢 我們就是要由小幫手出題 由我們後面兩位呢 來用口說的方式敘述 然後前面的畫 讓我們到時候會看 到底畫出來的跟皮膚的 會差多少這樣子 好那我們第一個選手是 妮妮 她長頭髮 妹妹頭 髮尾有捲 對對對 頭上的帽子 跟妳有點講 對 水手服裡面有點類似高領 黑色的高領 水手服的領子是白色的 長袖 黑色的 欸都不講換你講啦 就口跟水手領的設計是一樣 對 白色的襪子在腳踝上面一點而已 水手領帶然後下面一長條 快點眼睛啊 好 不是不是我 我在畫空罐 她說少女慢的眼睛 1980的眼睛 唉唷 唉唷 妳現在知道妳在畫誰嗎 我不知道 妳不知道在畫誰 我的 因為髮色不一樣 喔 髮色妳可以全部塗黑 他們想說 妹妹頭 然後下面是卷的 是那個嗎 殭屍哪有那麼 不是 哇 更久遠一點的 妳的頭髮是黑 對 喔喔喔 其實是嗎 是嗎 哇 沒錯 好 壓力散打 好來吧 換我了 這個不太好吧 色情 男的女的 女的 對 也有人說她是男的 什麼 女的吧 長頭髮 吐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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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長到鎖骨鑽髮 喔喔對不起 然後有一點點微胖 微胖 對 肉感 那個年代是這樣子漂亮 有一點 中世紀貴婦穿著 一字靈的那種 然後 微笑 沒有眉毛 這樣講我就知道是誰了 現在妳都知道了 那妳要畫她的那個姿勢 她才有右手疊在左手上 她穿低胸圍為肉供 有有有 對面露了 左骨 她髮頭沒有左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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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著鼻子是怎樣 可以可以 畫好畫好 放肆劇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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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那多大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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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全大老 這題要給你難一點 所以你只能提五個問句 男的年 男的 年紀 大概三十是出頭吧 成年男性 成年成年 發性 這算西瓜皮嗎 就是一般宅男會留的髮型 對 宅男的髮型 對 乾淨 乾淨宅男髮型 短髮 然後有 碎瀏海 然後旁邊有剃短 一喵喵併腳 有併腳 嗯 一喵喵 喵 喵 職業 我怎麼知道 從照片中看不出她的職業 已經剩一個問題對不對 還是攝影師 不是 想到海洋的那個 對對對 她應該是想到海洋 自己去接 再送你一個啦 她有戴一個圓眼鏡 現場看大師畫畫好幸福喔 這應該是 你的學生的夢想 剛看起來不夠宅宅 剛看起來像 攝影師 攝影師不是都宅宅 喔 你可受 攝影師全部暗部喜歡 可是我把它畫得上 等一下 這個五分過 試下來畫 太時尚了吧 宅宅哪會加這個 宅宅了 宅宅了 被我們攻擊 被我們攻擊 她整體很純 所以說畫這樣子 也還是很可愛 來答案是 你往後看一下 那我一開始畫得比較簡單 很後悔 默默的退到旁邊去 好啦 畫得超讚的耶 對啊 超厲害的 好 我們今天的懲罰就是 吃一大口西西的黃金泡菜 為什麼吃一大口是懲罰 大家一定覺得很好奇 因為我覺得 吃一點還好 但是吃一大口我覺得很辣 先吃一口 先吃一口 它是有那個 有用一些水果下去 調製的 所以它是那種比較酸爽的 這個懲罰遊戲 聽起來有點像在夜邊 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去餵 大家今天有感受到 我們高操的畫工了嗎 你覺得今天哪一題 就是最讓你們印象深刻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 欸真的 我們拿到照片的時候 然後 然後他剛剛問年齡的時候 我想說我還長32歲嗎 太明顯 我覺得今天還算OK吧 還OK嗎 空冠 賴米老師嗎 吃起來還OK 吃起來還OK 喜歡我們的影片不要忘記 先追蹤 莉莉的IG 空冠網的IG 還有頻道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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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